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电脑有问题 重启了一下 发现还是不行 然后我说是不是光线的问题 调了一下位置 发现还是不行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 可能是我的这个镜头糊了 然后我去找这个 擦了一下镜头 没问题了 这镜头好久没擦了 刚刚把镜头擦了一下 今天呢 我们要聊一个神学的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呢 是在推特上 在推特上呢 有一个我的观众吧 我觉得应该也是我的观众啊 就是他呢 就是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呢 这个基督教里边 男女是不是平等 圣经里是不是支持人人平等 这个问题 我觉得哎呀 在推特上三言两语的回呢 也挺麻烦的 我说我干脆做一个节目 从圣经来给大家聊一聊 而且这个问题呢 我想啊 也是挺有价值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说 你们这个基督教啊不行 你们基督教呢 是重男轻女 女人没有地位的 是吧 你看 你们基督教里边 女人都不能讲道的 对吧 然后的确是 哎 我们就是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么认为的 女人你是不能讲道的啊 你像我这个这两年来 我在油管上录节目 我还不是讲道啊 因为我也不是牧师 我也不是传道人 是吧 我就是一个平信徒 啊 然后呢 我就是呃 作为一个基督徒 然后我热心的来传福音啊 然后我自己在学习圣经 我把我自己学习圣经的这个内容 每天分享在油管上 你知道 我这两年来遭受了多少攻击 遭受了多少羞辱 哈哈哈哈 哎呀 几乎有一些人呢 都要啊 如果他们有那个权柄的话啊 他们几乎都要把我 嗯 活活烧死了 哈哈哈哈 嗯 那就是也有很多 啊 很多人他就会拿 啊 说你看圣经里有这个经文的呀 女人是不可以讲道的啊 那你你凭什么 嗯 要啊 泡头露面 是吧 啊 你凭什么呢 要去啊 传讲神的话语 谁给你的这个权柄 你哪有这个资格 然后才会拿出圣经里边的经文来 哎 非常遗憾啊 这些人其实 我必须得老老实实的说啊 用爱心说诚实话啊 他们都是半瓶子醋啊 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逛的啊 然后就是特别典型的断章取义 就是你圣经里边随便拿出一句话来 然后你就来去指摘人 然后你就拿它作为标准 这个是不可以的 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要有上下文 单纯只看上文和下文还不够 这个上下文必须得是整本圣经 它所在的那一章 它那一章所在的那一卷 它那一卷在整部圣经里边和其他的这个经卷的关联 你才能准确的理解那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 可是我们看到的太多人啊 他就是什么呢 随便从圣经里摘一句话 然后呢 就拿着拿着来作为上方宝剑 造成了很多阻拦 很多基督徒他自己就成为了阻拦 就他自己怎么说会成为了阻拦呢 就是人家本来那些不信的人呢 对圣经也好 对上帝也好 那么对基督教也好 本来是感兴趣的 然后呢 在网上啊 或者是在生活中看到那些自称为自己是基督徒 整天煮啊煮啊的 然后吓坏了 是吧 就是说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我可离你们这个基督教远点吧 你们这个上帝我挺害怕的 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啊 他们就是拦阻啊 实际上当年这个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啊 你们这些假先知是吧 你们这些整天主啊主啊的是吧 你们呢 你们其实啊是阻挡别人认识真理 阻挡别人认识光的那些非常狂妄 非常骄傲的人 不要觉得你们就肯定会得救啊 好 这是先先呢就是给大家讲啊 就是不要听一些说话不靠谱的基督徒的话 哈哈哈哈 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你不要以他们作为标准啊 来衡量基督教 来衡量上帝 这恰恰说明什么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是罪行累累 或者说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真的不招人待见 或者你看着我这个基督徒也是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你不要因此呢就仇视基督教 你不要因此呢就仇视上帝 你应该这样想 哎 这样的人上帝竟然都不嫌弃 这样的人上帝竟然都会接纳他们 我比他们我觉得我比他们不差 是吧 或者你可能觉得我比他们强多了 是吧 实际上这种我比他们强多了这种想法就很骄傲啊 谁比谁也强不到哪去啊 别看我批评那些人 其实我也不认为我就比他们强多了 但是并不等于我不如他们 或者说这个我跟他们一样 我就不能批评啊 批评还是要批评的 那么就是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想 哎 这样的人他都可以成为基督徒 这样的人他都能够啊 在这么骄傲 这么蛮横 是吧 这么粗鄙的人 他竟然 他谈到圣经 谈到上帝的时候 他就很 很谦卑了 是吧 那 这个 这个神肯定是大有威力 是吧 这个圣经里边肯定是很有奥秘 所以凡事都是这样 你换一个角度想 你就会发现 哇 不一样了 啊 那么 好 我们说一说 基督教里男女 啊 是不是 平等的呢 那 很明显我的观点啊 就是是平等的嘛 对吧 哎 那么这个平等 从哪看出来的呢 就是 在圣经里 他支持 男女平等 同样 圣经里 他也支持 人人平等 这个话题呢 我们得一点一点的说啊 我们首先说男女平等这个 可能有的人就说 圣经男女平等 我是不赞同的啊 比如说 圣经一开头 上帝 不是你们的上帝 是吧 哎 不是创造人吗 创造人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男女是不平等的 为啥呀 如果男女是平等的话 上帝 为什么 不 把 亚当和夏娃 分别创造出来 哎呀 是啊 我们看看 圣经里 确实这么写的 圣经里写的是 那个上帝呢 创造了人 对不对 创造了人 啊 然后呢 就是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来造人 然后让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个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 啊 是说的 27节 说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哎 我们要单独的看这句话 好像呢 还挺好的 这不是造男造女吗 也就是说 无论男人和女人 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我来把这句话 呃 发出来啊 大家呢 就是 我 我这个 比较重要的经文呢 我都给大家 发在字幕上啊 等一下 稍等一下 这是创世纪 一章27节 那肯定很多人 看到这句话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注意到这句话了啊 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有点安慰啊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嗯 但是 有的人说了 我仔细查考圣经 我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很明显 是造了这个 一个男人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是吧 哎 然后告诉他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然后呢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然后呢 耶和华啊 他就 把那个人呢 让他睡着了 是吧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 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索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很多人说 这个基督教男女不平等 这是从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就注定了的 圣经里就不支持男女平等 为啥呀 你看 对吧 女人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 他都不是一个独立的 创造出来的 你怎么能说男女平等呢 所以 基督教里男女是不平等的 圣经是你们基督教的经典呢 圣经的这个经典里第二章明明白白这样写着呢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呀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呀 你说 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 对上帝来说 同时 用尘土 是吧 用地上的泥土造一个男人 造一个女人 更容易呢 还是 造完了男人之后 然后让男人睡着了 再给他做个手术 把一根肋骨取出来 再给他把这个合上 然后再用这根肋骨再造个女人 你说哪一个工序 更简单 对上 是吧 那我们可以 我们就用人的这个这个逻辑来思考一下 你说哪一个工序更简单 当然实际上是一开始就男人女人分别用土 是吧 造出来 这是当然这是这是更更轻松的了 是吧 但是为什么上帝 偏偏要造好了男人之后 再给男人动个手术 从里面取一根肋骨 用一根肋骨再造一个女人 你能说这是上帝 因为他不重视女人才这样做吗 我作为女人我反倒是觉得这是上帝 特别重视女人才这样做的 对不对呀 那么也就是说 女人 我可以很骄傲的说 女人这个生物 应该在上帝的心目中 是对男人 一个什么 一个升级 你想啊 是吧 是男人已经造好了 活蹦乱跳 是吧 在这个伊甸园里边都跑来跑去的 好久了 然后上帝从他身上取个肋骨造了个女人 你想啊 这不是升级吗 这不是产业升级吗 是吧 你怎么能说上帝不重视女人呢 当然我这只是打比方啊 打比方就带有一点这个 去谈的意思啊 并不能说上帝不重视男人啊 就是说上帝这样造女人就有上帝的美意 所以我们作为女性 我们不可以因此就觉得 这是上帝轻视我们女人 所以我们女人不是独立的 不是 我们应该想问啊 这是上帝多么重视女人呢 女人是男人呢 是吧 一个升级 是吧 她应该是比男人更美 更美好 更符合上帝的心意 我就这么 我是女人 我就这么说 为什么 你看 上帝都说了 上帝说什么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我们的这个中文圣经是用配偶 你去看看英文 英文是什么 是habmit 什么叫habmit 是吧 那你想 我经常 我是做老师的 我经常给人打这个比方 我说 你想想 如果你的英语不好 然后你的英语老师说 这个小红啊 是吧 你来呢 帮助一下小兰的英语 你告诉我 小红的英语是比小兰好 还是不如小兰 小红的英语肯定是比小兰好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小红怎么能帮助小兰呢 是吧 所以上帝说 我要造个女人呢 来帮助他 因为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的确我们会看到啊 你看 如果男人和女人 如果单身 单身啊 你就会发现 哎 这个 一个单亲妈妈 她呢 可以 单身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寒心如苦 把孩子养大 她不需要 依靠男人 是吧 而男人呢 我们 我们很难 很少啊 当然也有啊 但是确实很少 是吧 相比来说 女人更多一些啊 就是女人常常 是可以啊 独居的 她独居的时候 她也可以有 她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 可以 寒心如苦的 把孩子各个培养成才 对男人来讲啊 就挺难的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有 真的是比较来说 肯定没有女人多 哈哈 可能有的人 有的人不爱听了 是吧 哎 我这个就是啊 这个 结合生活啊 来给大家呢 这个 尽量的把它讲的呢 就是生动一点 就是说 不要 觉得 哎 上帝 这种 造男造女的方式 是 轻视女人 不是轻视女人 当然 这种方式 也不是轻视男人 对吧 哎 从 上帝 为什么要先造男人呢 在男人的身体上 取一条肋骨 哎 我们说这个人的肋骨 人的肋骨是什么 是保护着这个 这个脏气的 对不对 保护着这个脏气的 那所以说这肋骨是很重要的 一根骨头啊 是吧 哎 那么 这样做 上帝的美意在于哪里 在于就是 创世纪二章下边的那个话吗 就是什么呢 男人和女人 他们就是应该要成为一体 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 你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你们要夫妻同心 要成为一体 哎 这其实这里边是有上帝的祝福 啊 上帝这样创造 是有上帝对男人和女人的祝福 所以男人和女人本来其实不应该彼此为敌的 本来不应该彼此为敌的 但是非常遗憾 我们看到的是男人和女人常常是彼此为敌啊 你你个男人女人彼此为敌啊 女人看不起男人 男人看不起女人 你这样呢 你是错的因为呢 你不符合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 上帝的美意 我给大家分享一段话啊 这段话 我很欣赏啊 说这段话的人呢 就是王仪 王仪弟兄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 很多这个大陆 是吧 我们这个基督徒啊 木道友啊 肯定都知道王仪啊 成都的秋雨之福 那么他呢 现在还在监狱里 是吧 那么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分享给大家 每一个人都应该赞美另一种性别 胜过赞美自己 每一个人都应该敬畏上帝的形象 在另一种性别中的临在 每一个人都应该敬畏基督在另一个性别中的救恩 想想看 那是一个基督愿意为之而死的性别 也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 承受痛苦 上十字架而死 三天后复活 赎去我们一切的罪孽 这一切的人里面 包括男人 也包括女人 包括男人 也包括女人 大家不要觉得啊 就是只有女人 或者说只有男人 不是的 在神的心里 在神的眼里 男人和女人 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那我们再回到 创世纪第一章27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 造女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形象 都是里面都有上帝的形象啊 就像呢 英国著名的这个宣教家 是吧 C.S.路易斯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啊 我读了他 很多很多的作品啊 那么他就曾经说过啊 他说当上帝所造的一个人走来时 天使曾在空中开道 对着万物说 让开 让开 神的形象来了 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妙啊 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 那么我再给大家分享一段啊 分享一段呢 这个 这一段 是在 新约 加勒太书 大家看这段 你们受洗 归入基督的 都是 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 犹太人 西里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 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这种合一 上帝最初 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 取亚当的肋骨 创造夏娃的时候 那种 合一 是吧 哎 你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一体的 你们要合一 这种合一 其实呢 贯彻始终 一直贯彻到新约里边啊 我们也要 在基督里 在主里 是吧 我们也要合一 不管我们是 不管我们是什么人 人人都是平等的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 哪个种族的啊 不管你的身份是高还是低啊 你是 一个老师 是吧 你还是一个军人 你是个警察 你是个律师 你是个总统 还是你是一个奴隶 是吧 你是监狱里服刑的犯人 你是演员啊 你是科学家 你是艺术家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不管你是高矮胖瘦啊 你是健全的 你还是残疾的 大家 只要是你受洗归主了 你就披带基督了 不分你的肤色 你的种族 不分你的身份地位 你是自主的 还是为奴的 也不分你的性别 你是男还是女 注意 只有两种性别啊 男或者是女 我们就都在基督 耶稣里成为一了 就像亚当和夏娃 合一一样 就成为一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 圣经里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 是吧 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什么 我们应该是合一 大家应该合一 不要去 想着 我要打败你 我的地位比你高 我的能力比你强 是吧 我的品格比你好 总要是想着 排排座位啊 是吧 谁在高处 谁在低处 谁在前头 谁在后头 大家一说这个 就应该能够想到呢 圣经里边也是啊 就当初一想一想 在主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们 传讲 这个天国要来了的讯息的时候 同时也是告诉他们 他即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可是他的门徒们却在关心的是什么呢 将来到了天国 是吧 谁是在大的 谁是小的 谁在前 谁在后 我们不得不感叹啊 是吧 我们不得不感叹 就是你看 这个 那些 那些 初代的那些 那些 使徒们 尚且如此 是吧 更何况我们了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啊 也不要呢 就是 这个 因为呢 我们有的时候 会有这种 这种想法啊 就是哎呀 好像我总是想着 跟人家一笔高下 是吧 哎 我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 还没有练静啊 是吧 练静确实是挺难的啊 我这样说 其实也并不代表 我就练静了啊 你看 在马太福音 在路加福音里面 都有这样的话 是吧 你看 当初啊 这个 耶稣基督 就是这样教导的嘛 说你们知道 外邦人 有君王 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 操权 管束他们 只是 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我们 都受洗归主了 我们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不可以再 总是想着 啊 谁 要 掌控谁 啊 谁 要奴役谁 谁高高在上 哦 我比你高 是吧 我比你富裕 是吧 我比你强健 是吧 我比你美貌 啊 我比你聪明 啊 然后 我就可以 啊 对你以止气食 我就可以对你傲慢 是吧 我就可以呢 呃 这个 呃 吃多 啊 这个 我就可以将来呢 比你早一天上天堂 是吧 你不要这样想啊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家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为他的门徒们洗脚 是吧 哎 他为他们剥饼 他为他们分 那 那酒 他给他们分那杯 这是什么 这就是舍己呀 所以呢 你看圣经里有那样的话呢 说说丈夫要做妻子的头 是吧 哎 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 读到这个话也是说 你看男女不平等吧 啊 圣经里说了 丈夫要做妻子的头 这个一家里边 丈夫是头 是吧 啊 所以说你这个妻子 什么都不算 你得听丈夫的 其实你对这个头的理解 是太狭隘了 何等的狭隘呀 我们每个人都有头 你试着把你这个头砍下来 哈哈 你把头砍下来 头将不头 对不对 哈哈 哎 那么如果说 这个我们的心脏 不在我们的头上 如果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你的头 怎么办 你的头很快 也就头将不头了 对不对 哎 我们这是我们以我们这个身体打比方啊 所以说 丈夫要做妻子的头 这个头是什么 这个头就是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他的仆人 也就是丈夫要爱妻子 要能够为妻子舍己 就像基督愿意为众人做赎价一样 愿意为众人舍命一样 这是头的意思 而不是说你在那里遗旨气食 是吧 那支支下巴给我干这个 是吧 支支下巴给我干那个 那是头吗 是吧 你那不是头 是吧 你那是霸道 是吧 哎 你那是独裁 是吧 哎呀 你那是寡头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头 他含的那个意思 和我们很多人断章取义所理解的意思 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圣经里也写了 丈夫要爱妻子 妻子呢 也要爱丈夫 妻子和丈夫结合之后 你得怎么样 丈夫 你的身体 是吧 不单属于你了 不单属于你了 也属于你的妻子 你不可以自己主张你的身体 妻子 你的身体 不只属于你了 也属于你的丈夫 你自己不可以 主张你的身体 也就是说 彼此都要忠贞 这个忠贞可不是仅仅的 你要读圣经啊 可不是仅仅的 只是说 女人要忠于丈夫 丈夫可以随便 是吧 一个茶壶配多少个茶碗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符合圣经的 所以呢 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 真的是 你要把它 放到这个经文里面 前后贯通的读 你就不会断章取义了 所以呢 你看 还有这样的话 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 自卑的 必升为高 凡是那种 说的我是男人 我就比女人高 是吧 我就比女人强 在上帝那里 他必降为卑 凡是那种男人 说我是男人 是吧 然后呢 我对我们家的姊妹 我一定要爱她 我一定要 这个 敬重她 是吧 我一定要呢 保护她 我是头 是吧 我要担当起 我男子汉 应该担当的职责来 那么这样的男人 她们家的那个姊妹 肯定是幸福的 那毫无疑问是幸福的 而她呢 肯定也是幸福的 因为她们夫妻 在主里可以合一 但是如果 一个家庭里边 这个女人 是吧 我就是 我就是看不上这个男人 我天天 是吧 我就 指责这个男人 我天天把这个男人 训得跟小鸡子一样 是吧 我天天让这个男人 在我面前 抬不起头来 你看这样的家庭 男人也不快乐 女人也不幸福 她的家庭呢 他们家的孩子 也不幸福 也不快乐 这个家庭 必然是一个 没有喜乐的家庭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按照 圣经里的教导 她没有按照 圣经里的教导 去这个营造 这样的夫妻的关系 她仍然是在干什么 在争夺 争夺权柄 争夺权柄 是你控制我 还是我控制你 是我高一头 还是你高一头 对不对 如果争夺权柄的话 无论你是在家庭里边 还是在社会里边 最终的结果呢 都是没有喜乐 没有平安 因为你没有合一 所以呢 我们看以夫所书 大家 我就是特别推荐 大家去读以夫所书啊 我刚刚讲的很多内容 其实都是以夫所书里边 讲这个家庭关系啊 丈夫怎么对待妻子啊 妻子怎么对待丈夫 以及呢 这个父母怎么对待孩子 孩子怎么对待父母啊 像以夫所书 第五章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你怎么能说男女不平等呢 是吧 你怎么能说男女不平等呢 那么它是非常平等的 这个关系啊 在圣经里写的是 写的是非常清楚的 大家在理解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啊 你完整的读圣经啊 你看到你会看到很多非常喜乐的事情啊 比如说有很多人啊 有很多人说 说这个圣经里头啊 这个不重视女性 那怎么不重视女性啊 所以你看 保罗就曾经说过嘛 是不是说这个女人要讲道的时候 是要怎么怎么样 是吧 女人什么最好是不要讲道 如何如何 那么其实那些地方的理解啊 都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我今天重点 不是要讲女人讲道如何如何啊 我就那个不重言讲 那个以后 有机会我再专门录音节目讲一讲啊 那么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圣经 我们就会看到呢 上帝无论是在旧约里 还是在新约里 都非常重视女性的 刚刚我们是讲了 创世之初 上帝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概述一下啊 在我的这个 这个频道里边 从创世纪开始读圣经 到现在我们已经读到诗篇了 是吧 在旧约里边 我们已经读到了很多 旧约里边记载的女性 比如说啊 这个 上帝 对待萨拉 上帝 对待利百加 那么比如说 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 上帝呢 使用摩西 和亚伦的姐姐米利安 是吧 米利安的女先知啊 她跟摩西亚伦兄弟 一同被拆牌 把神的子民从埃及 领出来 对不对 这个大家读出埃及记 应该都有印象的啊 那么再比如说 在这个旧约里 在诗诗记里 还有女诗诗 想一想 那个女诗诗 同时也是先知 底波拉 是吧 那个底波拉 她不但呢 就是啊 这个清明审判 啊 做判断 啊 而且呢 她还呢 处于这个最高的军事领导地位 指这个啊 她和啊 这个 其他的首领一起合作 制服迦南人 然后让国中太平四十年 这是在四世纪啊 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那么还有呢 大家想一想 在这个历代志 啊 猎王纪 是吧 哎 里边 那个德高望重的女先知 呼勒大 你记得呼勒大吗 也是女先知啊 啊 然后 受当时的约西亚王的拆遣 是吧 哎 那么这个 呃 约西 不是啊 不错了 我这口误啊 不是受约西亚王的拆遣啊 是约西亚王拆遣祭司 是吧 哎 去 去 咨询这个德高望重的女先知 呼勒大 就是当时那个女先知呼勒大 对于犹大王约西亚来说 那是顾问 啊 那么他呢 向这个耶和华 去替这个犹大国 去替这个约西亚 去求问耶和华 是吧 哎 那么 然后呢 就在店中找到了这个 这个找到的那个律法书嘛 啊 然后为 当时的犹大国带来了全国的大复兴 再比如说 嗯 妓女喇和 大家还记得吧 啊 在约西亚记里面 再比如说 这个 外邦女子 摩押女子 路德 也就是我的这个英文名字 Ruth 是吧 是吧 爱路德呀 是大卫的祖母 再比如说 这个撒末尔的母亲 撒末尔记里边讲述撒末尔的母亲 所以呢 你看在旧约里边 还就是记录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 有的是领袖 有的是领袖 让他们当领袖 有的是先知 有的 还是 他的出身 像 像那个亚裔呀 是吧 像这个路德呀 是吧 像这个 呃 这个喇和呀 他们都是外邦女子 然而 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 甚至在旧约里 有专门的路德记 当然了 旧约里还有 以思切记 大家还记得以思切吧 以思切拯救 以色列人 你想一想啊 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就是来纪念以思切拯救以色列人 他们现在以色列人还过这个节 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忘了去复习一下以思切记 所以你这都是圣经里记载的 你怎么能说上帝 重男轻女呢 是吧 啊 那么 再看新约 很多人反对啊 这个女性做传道人 反对女性做牧师 反对女性传讲福音 常常是会拿这个新约里边的一些经文 一些支言片语 断章取义 为什么说是支言片语 断章取义呢 因为他完全不顾 整部这个 新约 整部新约 你看一下 耶稣 在他传道的那三年里边 耶稣真的是啊 他对女性的那种保护和尊重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你记得那个行饮被拿的妇人 耶稣说什么 你们当中谁要是没有罪的 你们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众人都退出去了 是吧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是吧 你不要再犯罪了 这是多么 深刻的怜悯和慈爱 你能说 神 我们的主 不爱女人吗 不尊重女人吗 不怜惜女人吗 是吧 你再比如说 这个 那个 妓女 是吧 崩漏的妇人 真的是 实在是太多了 在新约里 那真的是太多了 那么还有呢 你再想想 哇 神 他让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间 他使用女人 作为他出生 侍奉 死亡 埋葬 及复活的见证 你想一想 是不是 这个 上帝 让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降生 实际上没男人的事啊 圣灵感应 圣母玛利亚 就生了孩子 没有男人的事 对不对 是女人作为他的独生子 出生的 是吧 还有就是 来侍奉他 你还记得在西门家 用香膏 这个 膏这个耶稣的 是吧 还有呢 就是他 死亡的 死亡的时候 那些 玛利亚 是吧 他们做见证 然后埋葬的时候 以及复活的时候 是吧 那这个 以利沙伯呀 是吧 这个女仙之亚拿呀 摩大拉的 玛利亚呀 约西的母亲 玛利亚呀 是吧 你看 都是女性 真的很感动啊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 复活这件事 复活这件事 是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的 是女性啊 是女性把这个 这个传出去的 对不对 不是男性 是女性传出去 去告诉那些 告诉那些弟兄 我们的 我们的主 复活了 所以说 这个 这几个最重要的 这个救赎 都是首先向 女性起誓的 救主耶稣的 怀孕 救主耶稣的出生 是向玛利亚起誓的 是吧 他就是要来的 弥赛亚 然后呢 这个 耶稣 给这个外邦人 传福音 是吧 那么是向 警旁的那个 撒玛利亚女人 小玉的 而且那个撒玛利亚女人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不真 不洁的女人 他说他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不 你不止一个丈夫 是吧 你可以数一数 你到底有多少个丈夫 大家如果对经文熟悉的话 应该知道他有多少个丈夫 我不说了 你回头去查一下经 查一下经 那么然后还有 这个 查一下经在约翰福音里边 那么 还有呢 就是他复活 是吧 复活的时候 那不是摩大拉的玛利亚 看到 哇 他复活了 然后 由摩大拉的玛利亚 去向那些 男使徒们 去宣告 主耶稣基督的 复活 而大家在想想呢 在同样是在这个 在这个新约里边 使徒行传 耶稣升天以后 五旬节 他这个圣灵降临 是男女一同 被神浇灌 不是指向男人显现 也不是指向女人显现 男人和女人都有 因为 因为神说了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我的仆人和 使女 都是男女一同 得到建造 男女一同 得到永生 那么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读一读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里就 记载了好几个女使徒 女门徒 玛利亚 多加 吕迪亚 这个阿爹 还有这个百基拉 等等 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这个使徒行传 里边呢 你就可以读到 这个还有呢 像保罗的书信 像罗马书里面 所以啊 大家呢 不要啊 就是觉得 这个啊 我是女人的话 我是不是啊 就没有什么福气 是吧 或者说 我是男人的话 我就可以呢 这个看不起女人 我们 我们都是 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看加拉太书 三章26到29节 这一段 说 我现在的了 有很多人可能会拿这个话呢 来反驳我的观点 说你看 圣经里不支持男女平等 就算圣经里支持人人平等的话 那是吧 也是男人 男人平等 是吧 而不包括女人 你看这句话 这段经文里面就说的很清楚了 啊 这段经文里就说的很清楚了 你看 都是神的儿子 是吧 你们女人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 是吧 但是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 特别要注意 你不能抠某一个字眼 如果你只看某一个字眼 你不把它综合起来看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它的 你如果只看到都是神的儿子 然后你就 是吧 这个一拍桌子定论了 那你看看 后边那不还有吗 或男或女 是吧 哎 然后在后边你再看 说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你把这 这几个地方啊 如果你有这个圣经的话 你可以翻到啊 加拉太书啊 三章 找到26到29节 你可以把那个地方画出来 把这几个点画出来 你要把它结合起来 这三个点结合在一起 你就应该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 你记住一个原则啊 就是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就说 不是圣经不对劲 而是你需要深思熟虑 哈哈哈哈 你需要深思熟虑啊 就是你产生问题的时候 正是你应该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为什么前面要说都是神的儿子 而当中又说 不分以色列人 西利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了 既然有包括女的 为什么前面要说儿子 那么就结合后面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所以现在大家能理解了吧 能理解了吧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哪个种族啊 不管你是以色列人 还是外邦人啊 不管你是健康人 残疾人 什么什么的啊 也不管你是男还是女 只要你信了耶稣基督 你受洗归主了 你披带上基督了 是吧 那么 你们就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 那么你们 就怎么样 属乎基督了 你属乎基督了 那么你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因为当初 在创世纪里啊 你看 你必须得读旧约啊 你不读旧约 你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理解新约 在创世纪里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了 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 是吧 叫亚伯兰的时候是大国的父 叫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多国的父 明白吗 所以说并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只要我们 我们 像我 我是中国人 是吧 但是我受洗归主了 所以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我是女人 是吧 那么在旧约里 在旧约里 那以色列人呢 你看呢 这个 利未记里边 是吧 还有这个 约束亚记里边 是吧 这个出埃及记里边 划分产业的时候 是只给儿子分产业的 是只给儿子分产业的 女儿是不分产业的 因为女儿要嫁出去 嫁出去的那个人 他是儿子 他也有产业 对吧 所以呢 其实这样的话 并不等于说 那个女人就没有产业 而是因为女人要嫁给的那个男人 他有产业 但是你要记得 在圣经里 在旧约里 有印象吗 有一家 因为没有儿子 所以呢 那一家的几个女儿 就去说 我们家没有儿子 那如果不给我们分产业的话 我们 我们这个家呢 就 就到我们这一带就没了 就绝户了 是吧 哎 然后 就给这几个女儿分了产业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 他们不能呢 就是 嫁到 别的支派去了 是吧 就是因为你得守住这个产业 所以呢 你看在这里 你要对应起来啊 就是 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了 因此 承受产业和前面的都是神的儿子 对应起来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的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的 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了 那么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那么你就是那个照着应许可以承受神的产业的了 神就把你视为可以承受产业的儿子了 这里的这个儿子其实不是指的性别 而是指的一种身份 就是你有承受产业的身份了 所以这里边并不能证明男女不平等 他恰恰证明什么 男女平等 恰恰证明是在基督里 在神里 在圣经里 男女平等 人人平等 所以我们如果产生这些疑问呢 其实很简单啊 产生疑问呢 你从哪里 你从哪里去找答案 从哪里去找答案呢 从圣经里去找答案 好好的读圣经啊 圣经真的是要好好的读啊 要反复的读啊 是吧 我们的一生啊都要用来读圣经 我的这个后半生的这个使命啊 就是使命年龄 就是读圣经 那么然后把我读的分享给大家 那所以呢 我们看 在圣经里呢 我们也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 就是讲到啊 就是儿女 这是常常是对父母说的话嘛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因为前面说到产业 你看儿女 可没有只是说儿子才是产业啊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你所怀的胎 那是耶和华的赐福 所以呢 耶和华给人类的那个祝福 从一开始给人类的那个祝福 创世纪第一章 就是什么呢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对吧 所以呢 基督徒就是真的应该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呢 所以你看过去三十多年 共产党在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 它是敌基督的呀 所以你现在在欧美 是吧 哎 这些什么同性恋婚姻呢 什么LGBTQ家呀 什么变性人呢 他们都是敌基督的 这是为神所极恨的啊 我们的耶和华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是祭邪的神啊 啊 好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呢 就是把我的这个节目啊 分享出去 这个其实要讲 真的还可以讲很多啊 我觉得可以了 讲这么多就行了 关于女人 为什么说可以讲到 是吧 在这个圣经里呢 其实也是可以找到 这个依据的啊 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 你看在旧约和新约里面 旧约的时候 那有那么多女领袖 女先知 是吧 那新约里边 也有那么些啊 那么多的啊 这个女门徒 是吧 女使徒 那都是神拆派的 神都拆派 人有什么资格阻止女人 是吧 人有什么资格阻止 难道就凭你断章取义 去读几句圣经吗 我非常感谢上帝啊 上帝使用我 逃造我 逃造了我三十年的 这个语文教室 然后呢 让我 终于呢 就是稍稍的具备了一点 可以呢 这个 尽量的不去断章取义 读圣经的能力 感谢上帝啊 这是上帝给我的逃造 给我的这样的 这个 这个锻造啊 赐给了我这样的能力啊 然后呢 上帝也给了我这样的 这个机会啊 让我能够 离开中国 来到美国 然后自由的 可以在油管上啊 可以呢 这个传讲神的话语啊 可以呢 分享我的这个 读经的 这个收获 然后上帝呢 还在2024年的 1月初 是吧 给了我 很多的信息 甚至 不远万里 派人从中国来 告诉我 我们需要你 就是啊 让我呢 来开 这个中文圣经 这种 小班课 来 专门呢 为海内外 有这样的需求的 家庭 提供 中文圣经 和中文经典的 这种课程 我这个真的不是 我自己想出来的 这是上帝 给我带来的信息 那么我前面呢 已经在那个 信仰见证 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里边 已经分享过这个 见证了 我现在呢 就是这个中文圣经 和经典作品 研读的精品小班课 三个班 儿童班 青少年班 和成人班 面向海内外的 华人家庭 三个班的课程设计 我都发在呢 我的这个 蒙福故事书 频道的那个社区里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也欢迎大家呢 就是找我来报名 现在呢 是正还是在 火热招生中啊 但是每一个班呢 我只招12个人 招满几指啊 大家呢如果啊 不管你在哪儿 不管你在哪儿啊 我现在呢 报名的啊 有这个美国的啊 有加拿大的啊 有德国的啊 然后有亚洲 亚洲的那就很多了 中国大陆的 是吧 还蛮多的啊 这个分布还挺广泛的 真的是欧洲啊 美洲亚洲啊 都有了 不知道澳洲会不会有啊 那么这个招生呢 是不限定地域的 因为我们是网上上课嘛 就是我们用zoom来上课 是每周一次直播课 精品小班课啊 那么欢迎海内外 无论你在哪里啊 你在中国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用zoom上课 所以你在国内的话 只要呢 就是你登 我把这个密码和这个教室号 发到那个 我现在都 三个班都已经成立了群了 然后呢 不日即将开始上课了 招满就开始上课了 很快就要招满了 所以大家要报名 抓紧时间报名 也就是说 你不论你在哪 都可以上课 然后呢 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是吧 儿童班呢 就是6到12岁 6到12岁 然后呢 少年班呢 就是12岁以上 大概到18岁吧 19岁 然后成人班 成人班呢 就是这个18、9岁以上 是吧 7、80岁都可以啊 现在我们成人班里边 有20多岁的 是吧 有这个30多岁 40多岁的 这个50来50出头的 还是年龄结构 还是挺丰富的 有男性也有女性 欢迎大家呢 这个踊跃报名啊 抓紧时间报名啊 我看啊 刚刚刚青少班 有人咨询 是不是现在已经报名了 要报名的话 很有可能 少年班就没名额了啊 因为我现在这个少年班 只剩下两个名额啊 只剩下两个名额 这两个名额还是因为 就是有这个转出去的啊 有调到儿童班的 有调到成年班的 成人班的 所以少年班 现在还有 还有两个名额啊 OK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 把我的节目分享出去 当然了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啊 这个会员频道里面的节目 也是都是干货啊 干货满满 大家可以到会员频道 打开那个播放列表去看一下 好 OK 爱你们 祝福大家 阿里路亚 再见